为什么你不能凡事信生呢? 因为我们来看,世界上本来凡事都很丰富的 但却因为亚当和西亚瓦背内了神的缘故 而破坏了神吩咐他们言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 只是以甸言中分散二果树的果子不可吃 这分散二果树象征什么? 神父,你不要这种啊 你会使用一个优势的吗? 你们会使用一个优势的,让我忙着 人们是这样的,天气吃清酒,并并让我忙着 你还要吃,吃就说,哎呀,神父,你让我忙着 让我忙着 你怎么试试呢? 你怎么试试? 你帮这一罐的疼,我都没有试试 你会使用一个优势的 你怎么试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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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乖乖的嘛 人家的本性是悲劣的 如果人很听话,我们今天没有这么麻烦了 所以,这个分散二果树的散二果代表什么? 散二果代表上帝的主权 大家讲主权 神是创造我们 我们是被神创造的 神设定了善恶术是为了教导人类被造物 因此在任何情况底下都要顺服神的权柄 即使物质中也要存着神的权柄 如果你今天要凡事信神外,每个人都愿意 不用让你命名就是愿意 你要懂得把主权交还给上帝 当你把主权交还给上帝的时候 主啊,我爱一个,我省用一个,主我爱一个经历 我搞好路 我们把主权交给他 当我们把主权 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 做什么? 他把主权交给上帝 他把主权交给上帝 所以也是做书 不凡事恨通 不信神 如果你要真正看到你凡事信神 你交给他 完全就交给他 认听他 等候他 直到他把这事情做完给你 这就是主权 大家讲把主权交给上帝 把主权交给上帝